台湾人的国独认同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超过八成六的台湾民众 认同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 更有超过五成的民众 不排除中国人的称号 国旗国会穿上身 每年庆典时刻 民众喜欢这样打扮凸显认同 就连台湾歌手到外国演出 也要秀一下青天白日满地红 根据爱普罗民调公司最新调查 二十岁以上的台湾民众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高达86% 不认同的连10%都不到 前前中华民族身份已被台湾多数民众接受 换句话说选举时刻族群对立牌 未来恐怕渐渐失效 连续五次调查都显示 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 并不排斥中国人身份 进一步分析原因 有相同血缘祖先 是影响民众国族认同的最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认同的 已经在台湾的内部起的共识 不论是在哪里都起的共识 泛中国人的认同的部分 稳定在54到61%之间 随着两岸交流日益平凡 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认同度高 也对中国人一词不再排斥 民意趋向值得观察 这一下 走 走